大家好,我是小春 有些人很關心清靈子的實戰方面的問題啊 那咱們今天就來講解一下清靈子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清靈子的狀態 目前二彩沒問題嘛 然後技能也點滿了 牽絆是這三隻 然後專武的部分我現在是四星,還沒五星 然後因為我沒有什麼金錢,所以只能點到這樣 然後武學的部分是直接用六曼天 武學的部分我要講一下 你想要選擇六曼天或是六天羅都可以 因為以台服的環境暴擊相對的非常容易 然後因為我都是在跨戰對抗一些大佬 所以我選擇是六曼天 那如果你想要讓傷害更高,我是推薦你六天羅啦 但是如果你是純心要跨戰 要打那種抗暴巨高的大佬 那就是推薦你六曼天啊 呵呵 然後傳攻的部分 一重獨孤求敗 二重陽過家長 三重達摩加劍加励 四重何足道加掌加励加劑 好,這個就是他的一道四彩 然後金脈這些應該是見仁見智啊 然後清靈子在有三秘籍之後,他會非常的妖孽啊 因為受到死亡的時候會再發一次技能 這招超級屌的啊 我是還沒買秘籍啦 不過我一定是必買的 我只是在等看看有沒有許願術或是金龍啊 然後身心禮包在這 OK,那咱們直接進入清靈子的實戰介紹吧 實戰介紹我們就來打我們這個跨區的各位大佬們 然後你們自己看一下 有清靈子的威力如何 呵呵呵 好,咱們開始吧 3,在找下來了 1,4,4個 最後是能靈相度的 是穩住 一個在住月吧 一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召唤召唤 猪猪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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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 召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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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看完了刚刚几场 你们有发现吗 只要纯种的舰队遇到这种 机器组合的龙羊配 你到后期 舰队基本上还是干不过的 呵呵呵呵 因为你相同的战力 或是你想要跨战 基本上 人家就是比你快 比你快 你就势必的要面临减猿的状态 所以剑队如果你遇到超过90数以上的人 你还是会非常的难打啊 除非你真的有自信一套把他带走啦 不然就像这样子 就是完全打不过这种成型之后的龙羊队啊 所以龙羊队 后期还是比舰队凶悍 但是到大后期 舰队顶速的时候 那就是天下无敌啦 不过 那个基本上 凡人 我们就是想想就好 呵呵呵呵呵 基本上不太可能啦 呵呵 好 那以上就是清零子目前的介绍啦 顺便说个题外话 你们有发现自选报里面 可以开出傻姑这只人物了吗 然后很多人问我傻姑能不能养啊 傻姑目前的评价就是中规中矩啊 而且他是利 利代表你速度就不高啊 这只如果是机器应该还可以玩啊 如果是利的话 除非你有特殊的组法啦 呵呵 要不然 这只实在不是很好玩啊 呵呵 然后你们有发现吗 就是 视觉的时装出了 是不是超级酷的啊 所以搞不好 关羽活动会被跳过啊 直接出视觉活动啊 不过出视觉活动也是蛮香的啊 嘿嘿嘿嘿嘿 蛮好奇 他是会出什么活动的啊 反正清零子来了 关羽来不来无所谓了啊 那个奥特曼闪边站吧 呵呵呵呵 好啦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吧 我是小春 咱们下次见 掰掰